对对对,他怎么都 也是可能直接往二层楼顶啊,这种大股点去顶 真勇 确实是在的 那就去勇于做事就对了 是的 原住民啊,艾奇 双方又呼唤了一些血量,近点直接开始突破了 Ninja一个人要往里面去顶 这个位置被架到很容易被秒的 这一波艾奇被围点打圆了 最开始的话,形成了一个性点的三打二 但是两个过来支援的队友直接没了 踩到燃烧瓶一楼没问题 即使倒了也可以 天地底发挥的很好啊 点个赞 这上来之后,在这种圈里面 身为比较靠前的两个队友 打得这么不可开交 第二T队的队友就很舒服 就现在头部跟尾部去吃分 对于中部队友来说 尤其FTY跟CTG肯定股上涨 加油,吃 反正突破没影响 NCG人房缺倒人 没记错,只剩一个了吧 是,只剩零度一人 这种圈 这种圈 先为87没问题吧 今天黑猪过来又蚁人 不是 你等等队友呀 你不会以为自己是Superman吧 大V的超级英雄蚁人 或者让队友给怼了一下 小时期在这个位置释放的时候出意外了 然后人就摔倒了吧 被补掉了 没机会 煙呢 没有煙雹蛋吗 应该是没了 要不然的话,他应该会封的 这不管是谁 哪怕是个 哪怕是个路人也会封 对我盒子也没有吧 看小石西这个位置能不能得手 但是它有点危险 再往上面去摸的话 挺这个反坡 一位一位的对位 响枪了并没有打出伤害 给颗闪 延回家这边的进波 对的 来了 但是这个反坡的主动性太强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另外两个仙道的兄弟 也直接被阴掉了 这个打的四五百米 小鬼 特别敢在这种位置跑 这个枪前角度很好 但是距离有点远 没问题 是我的终究是我的 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你对人一起打 怎么感觉像是有 因为独狼好获得排名分 就是因为他可能站到一个点去 就溜起来了 你比如说像师承 对吧 你像师承 你是独狼有机会能混进去的 那就不好说了 高兴在拉位置 正面挖马去顶 高兴起来打个药 直接带过来 六个药带着冲锋了 要把这二层路攻了 武器在后面架枪 进来都要吊针呢 上面有火 这独狼的人 挖马反应过来了 补枪队友呢 好在自己先丢了一颗雷啊 这旁边补枪队友有点远呢 队友要贴到底坡下面去了 去架另外一个门口 亨利好像远点在抽 亨利漏枪了 漏枪了吗 我们要很清楚 亨利往贼远抽两枪小补人 这个血量不敢对了 还是带走 皮克的节奏 听到你跑位的声音 抓你胎米 黄昊还比较谨慎 听到小布声 这房子咋撞 拿头撞 这个地方是不可能会有人撞 IBS难受住了 这局IBS全面换分 看看怎么换吧 Pero啊巨幅啊 其实都是 这厕所怎样偷傻了 车打滑了 明那边的出枪小虎直接被放到 马云龙拉出来要直接扔雷 但左边有一个拉着 有听到脚步是吗 有开车去厕所的 鱼人已经落厕所了 马哥这颗雷把12月带走了 最终对我一个了 就是鱼人 在厕所里面 麻了麻了 现在这厕所难受死了 不过有机会能拿个排名分啊 这种反坡很容易操作的 哎7点接了波车 把拳子给打下来了 鱼人等58 每一分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重要 连打两个 7就也打下来了 圆脸人头出来不给K 大哥拿下了 鱼人打工仔呀 一眼开两个人都全没了 7-5还过来 他本来就是之前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他本身是突击手出身 然后打成了这个狙击手 然后慢慢提出烟 要开车走 回回摸到侧面 这是两边的换分 亨利来了 亨利要跟后面去拿分 两个可以跟全身 这波压强差一丝血 屁股后面有人 这个时候 十字路口里面 居然有一个独狼 稳住就差一枪 是的 一发子弹 巨幅懵了 刚刚打开的突破口 只因为十字路口内部还有一人 小杨的背身也有问题了 这波相当于独狼的出枪 缓解了一下 Pyro近点的一个压力 打乱了 但是自己也受到了独狼的一个干扰 影响 是的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听的 DDC别被独狼骚扰了 小杨要吃雷了 三倍镜持续的跟枪 差一点点 挖把钱打了一个5D点 高兴把这个人头给补掉 那小杨还在车后 又看到了 打盘还有雷 哎呀路上还给了一分 不到游戏的最后一刻 毫不放弃 这就是绝地求生 不抛弃不放弃 而且他也是 别的独狼都是 想办法去绕圈去狗 这个独狼是从错到尾都在打 他确实 主要是这个地形的话呢 狗不进去了 然后他看右 再从打残 换一个 对于问题 有反坡还能服啊 哎呀这RBS79 哎 查个七八分 还是很大概率的 C6局下半局啊 哦开通了 打头车 再打第二个 带着司机的 但对面人多势众 TMA牙皮放到了一个 但最终还是被淘汰 呃这个位置停车 别被 小路给民把车胎给卸了 对吧 直接上来舔包 舔一些烟雾弹 后面进圈要用 17的这个位置 还在圈啊 这个时候要不要 再来个人去 帮着顶一下呀 因为房区在北边的话 其实最多就是 抽把的人变少一点 他打得越嗨越容易出事 是啊 明显 他越对越容易出事 17时候要被摸了 轻到小步绳了 再往后退 没那么退了 这房区里面少人了 只有两杆枪啊 而且一开始 有个动车的声音 虽然后面滑了 这个猴皮为一波三倍 击差一点点掉 还能修掉 侧面男带已经打开了 不过口 直接全线裂胎 这个就是两个侧身 轻松打掉 这个底坡拉得太关键了 虽然提前的一颗闪 但是没有伤害性道具 导致这个底坡 依旧是站不住 小步侧面员 刚上 专场也摸不清 清人了 看一下天路的信息处理吧 小鬼是把烂人给放倒 鸡哥没位置跑了 鸡哥在个底坡 苏九的圈面已经卡住了 撒他右上来 又偷一个 裂了 从头一颗雷精准 真的精准 这颗雷直接把小北炸没 只剩苏九一个了 结果变成双组狼 甚至大剑翔 去服下队友吗 还最起码有一些地形 有一些圈能够限制住他一下 但是米拉马这种操作空间 那么大的地图限制不住他了 牛海批要往换神的方向去靠一下了 好 明明一发双鸡放到了萨萨 已经知道天路要从他们这个位置进攻了 牛海批经典 这是南南 已经顶到半坡了 要正面接他 不过南南不想让他在这个位置 带着一颗紧准的雷 接了焦阳落地的位置 下车就吃雷 是的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教阳那个位置是吃雷的 自己的这个反坡也容易是投资物 在往身上去拉的话 没有载具没有掩体 又不好拉 皮车局意外 只能是左右开工出问题 左面分俩 右面分俩 两个人就要打四个 中边已经把心切给揍了 把宁价给打至场上 我全都要 我全身被拉出来 小头是趴下的 站起来蹲着 再提个没给机会 侧面换成一个补枪 你这是没办法 你打不过 这很难啊 我的天 又不加班牛海批 加班不可能啊 28分 篮圈里不给分了 你们玩你们玩 玩了 太厉害了 这这四个人又是满边十三个头 你才逃在吃鸡 倒一倒呀 有没有人能治啊 好像治不了 治不了呀 确实治不了呀 牛海批 太巧了